哈喽大家好我是洛洛 欢迎收看我的任务生存第113集 我在二楼和三楼的外面都贴上了楼梯 三楼顶上还围了一圈星光包子 接下来呢就开始封顶 就用沙砖封吧 嗯这一条流出来吧 沙砖上面再铺一层半砖 不是要怪的呢 下去看一下效果 嗯还行 颜色搭配一下吧 两边偷出来的部分用沙砖 后面的长方形用岩石砖 做好后就是这样子的 哎感觉太方正 太尖锐了是吧 把最外面一圈的半砖打掉再看看 这样是不是好看多了 整体结构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现在开始装饰墙面部分 就从这根柱子开始 靠近平台的这个窗户 做小一点 那就是说这个柱子的话 要两个宽吧 上下都放星光包子 然后这个窗户呢就只有两个宽了 够了 但是外面的这个窗户就做大一点 四个宽 上下还是放星光包子 然后就是大门了 只要两个宽就好 一边一根柱子旁边做窗户 门上面暂时就放四个星光包子 门的话等一会再装 然后这个底下 进门的地方台阶把它搭高一点 两根柱子之间搭个半转就好 旁边的话还是搭一整块转吧 跟前面的平旗 门上面还是放两个荧光镜块吧 这个星光包子放多呢 它也不好看呢 这样是不是好一点了 再就是这一面墙了 先打根柱子 然后和工作室平旗再打一根柱子 这根柱子的两边再各打一根 左边就是一间房了 但是窗户看上去有点大 把它搁成两个 一样的配方 上下星光包子 中间玻璃 接下来就是楼梯了 靠墙吧 两个框就行了 我的魔法是不是很有进步 咒语都不用念 刷的一时就变出来了 这边的墙方也做两个窗户 再变一个 好了 再把另外一边也做出来 这一回工程量有点大 念一下咒语比较保险 玛丽玛丽 是不是很厉害 不过玻璃变样了 那边是青色 这边是淡蓝色 虽然两个老爷爷长得一模一样 但总有不同之处吧 也许他们喜欢不同的颜色呢 是吧 门就装一样的了 这个大前门 它也没有别的颜色呀 弄个实验室的门 还是不太好吧 诶 这么看了去 是不是还有那么点好看了 接着做工作室 前面的柜台 嗯 还是先打两根柱子 然后再放白羊木栏杆 这里也是一根柱子 栏杆上面放一排半砖 这样就像一个柜台了 上面再放一排砂砖 下面一排就放玻璃片吧 不过第一个放一个砂砖 把它做成一个圆角的形状 诶 这里 我觉得还是放楼梯比较好看的 把这里也换成楼梯 哎呀 手速太快了 真是没有办法呀 哈哈哈哈 怎么样 是不是像那么回事了 就是栏杆底下的沙转 换成星光包子 会不会更好呢 好像是好看了点 对吧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我的朋友 别忘了关注评论 收藏 加点赞咯 拜拜 我们下集再见 再见